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隨著這幾年的木德科技AOI的產品應用的升級跟發展 木德接下來的未來這幾年的策略的發展會往半導體的封裝的領域的應用來做技術的發展跟合作 所以我們主要分為三個區塊的產品來做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六面檢查機的部分 那我們所對標的這個產品的部分主要是針對KLA的iCoast的部分的話 來做這個技術的發展 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更好的性價比給國內的這個相關的產品應用的業者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Waver段的這個晶圓外觀檢測的部分 那我們公司推出的這個產品的話大概是按照這個主要的大廠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會提升2.5倍的這個產速 那在檢測能力的部分的話我們增加很多其他不同的功能 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客戶更好的性價比的部分 產品的應用部分 木德科技主要的核心競爭力的部分主要分為三個產品的應用 第一個部分就是外觀的這個缺陷的檢測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線路的檢測 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尺寸的檢測 那尤其在尺寸的檢測部分有分為2D的尺寸檢測 跟3D的這個尺寸檢測的部分 產速的部分絕對會大於同業的這個產速大概3倍左右的產速 在檢測能力的部分的話 我們除了在線路檢測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加上多功能的這個尺寸量測的部分 會讓設備能夠二合一的部分 在我們的設備上的性能能夠有所體現 我們的設備應該在光學檢測線路檢測的部分 應該是市占率是全球最高的 那在半導體的部分因為我們是後進者 在未來這兩年的過程中 我們一定會提供一個非常高的性價比 對於我們的這個客戶端的部分 提供很好的這個產品的價值 那因為半導體過去的部分 都是被國外的這個檢測大廠所熔斷的 那我們希望在國內的這個產品發展的部分 我們的技術其實不會輸國外大廠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兩年過程中 我們會專注在檢測在應用在3D封磚的領域 進行做技術的發展